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对于机场清洁公司的员工做扩大筛检的最后一批 那最后一批是今天早上七点的时候采检采完 那送到这个医院去检查 那下午的时候傍晚的时候结果出来 那在一百六十几位里面有三位是确诊 那这三位确诊再加上前面的这个四位确诊 总共就是七位清洁公确诊 也就是说我们在对他们采了这个全公司采了八百多位 那总共有七位是确诊 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都是在二行下的这个夜班的员工 那这样子 那当然后续的处置是根据我们去观察到 就是说他们可能的感染的途径 那比较可能性比较高的是在这个回 这个下班回家的这个交通车上面 这个机会比较大一点 那我们没有办法这样确定 但是我认为这样子的机会是比较大一点 因为他有很多线路 总共有四条线 他们这个交通车接驳车 那因为他们有这个混搭的这个情形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判定风险 所以前进指挥所就做一个决定 就是把这个大夜班 这个各行下还有一行下部分 那这个做居家隔离 送集中检疫所 那总共今天晚上会送过去是93位 做居家隔离 另外一头的部分 桃园市卫生局就负责这个新的这三位 那他的相关的疫调 那匡列隔离 还有这个裁检的工作 就由这个桃园市卫生局 在做这个同步的进行 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学生 他的同住家人 经检测是确诊 那么我们已经通报教育局 那依据教育局的指示 那在理造卫生局的建议 我们明天做预防心体课 一天进行相关的一个消毒 跟环境的一个情节 他现在因为我们是晚间才知道的 那他现在是在家里 那在卫生局已经警察居家隔离 应该是晚上或明天早上会去做那个排检 那那位确诊者是那位学生的妈妈吗 还是 不是不是 他的亲戚 亲戚就对 一起住 对 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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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